我是不是聽錯了 等一下 那是什麼 歡迎收看2001年8月15號 星期三的娛樂百分百 老師 老師 昨天那個軟體 就是消失之後 你又再灌進新的內容是不是 衣生 你看那個人 那等一下跳快報的時候 我們再好好訪問他這樣 老師 老師 剛才那是怎麼回事 你昨天重新設計的嗎 對啊 你想了多久這個音樂 我還沒睡覺 那快報的音樂也有改變嗎 快報沒有 因為他們怕他們 怕觀眾還沒辦法適應 家裡一些的有改變 還是只有片頭改變 片頭 片頭你剛才給它取名是 哪一種風格 是比較震撼型還是說科技型 匆忙型 對 因為我剛才前面沒有仔細聽 我只知道後面是 是不是有一種那種 交響樂的風格 有點Pick Up的感覺 Pick Up 再聽一次好不好 我剛才沒聽仔細 片頭不用重來好不好 大家靠近 好 來 預備 GO 老師 好豪華喔 來 來了 有了怎麼那麼來了 好豪華喔 因為覺得一聽到的忍不住 想要講 對 來了... 就有種你知道那種 快要受不了的感覺 很好 我們對老師一個鼓勵 反正請媽媽教訓我們就對了 對 我媽就說什麼 你們自己做人要謹慎啊 不能就是傻傻的看到 誰都把那個事情告訴大家 有的時候還是要謹慎一點 我媽說如果遇到太過分的人 沒有禮貌的 就是逼問你們一些問題 你們一定要堅持 我想說 不好意思 是哪一句成語叫拒絕肥答 妳還是拒絕回答 妳知道 徐媽媽講的口墨很飛 而且她有多靜想 妳臉都嗆紅 給我拒絕肥答 臉都嗆紅了 然後我立刻跟 小孩子對一看 兩個人大笑 笑了我真的是 唉唷 真的是挺好笑的 可是妳跟妳男朋友之間不是 聽說她不是好像 我也不是說八告 我只是幫觀眾朋友們問 不是 因為我也是看 妳知道所謂的坊間的一些報道 妳看到什麼 妳說啊 我怕會 她會生氣 但其實 我今天在節目上講 我也是要幫妳澄清 其實我跟妳講那都是假的 妳說現在 妳說我的時候嗎 我不知道 我就天地良心 我會是看別人講的 妳覺得妳認識姐姐這麼久 妳覺得姐姐會是那種人嗎 妳說所謂的第三者嗎 不可能 或者是 橫刀奪愛之類的 狐狸精那些的 妳覺得姐姐是這種人嗎 妳不是 但是我是怕她 妳知道 妳知道 妳把妳蒙在鼓子 妳管人家幹嘛 反正 反正就是 一無反顧 就是覺得妳愛了就是愛了 對啊 就是要百分百的信任 很相信她 我在這邊也是投她一票 我覺得以我對她的了解 只是我跟她根本不熟 聊過的天 大概沒有超過十句以上 就是說妳怎麼樣 吃飯了沒 原來妳有車 還在幫人家做什麼保證 不過她不會 她應該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男人 要妳管 其實妳們早就想問了對不對 是不是早就想問這件事情 是不是黃庶梅 不會啊 妳都不想問 為什麼 因為 不想問 很無聊是不是 那個報導 好啦 其實我妹妹之所以 會在節目上講 也是想要幫她澄清一下 那在這邊也就是祝福妳們兩位囉 我知道妳也都是假的啊 很...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妳怎麼那麼敢保證啊 其實我在講的時候嘴... 我在講的時候妳沒發現 我嘴唇都是軟軟的嗎 不要再講了 說起來情人姐也快到了喔 對 妳要怎麼過 那妳要怎麼過啊 嗯... 什麼東西開什麼... 有泳池派對 沒有沒有沒有 那有水就要用那個水泥把他灌起來了 那不吉祥 還被塞那種東西 那妳要怎麼過 妳也知道 燭光晚餐是跑不掉的 燭光晚餐 還有呢 哎呀 想得我都害羞了 就是一起去吃燭光晚餐 所以當然是要兩個人獨處啊 因為像情人節 沒有男朋友說 我們幾個姐妹 就會大家聚在一起嘛 那現在大家各自有了辦 當然就是跟男朋友 其實我覺得跟男朋友 只要兩個人獨處 其實做什麼都很浪漫 可能就是吃個飯啊 然後開一開車啊 聊聊心事 談談夢想的 我一直很想知道 他將來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交往這麼久 連人生目標都不知道 沒有 我開玩笑 我只是在作作 可能逛逛成品書店啊 好爛喔 我開玩笑的啦 妳呢 反正就是兩個人獨處啊 我可能會找阿雅跟她男朋友 來打個四人麻將 好爛喔 為什麼不找我們 妳不是要兩人度過嗎 沒有 那個可以 一定要把情人節搞砸 為什麼 妳也知道我這個人就是 充滿了恨 妳會很希望 很期待妳的情人送妳 一些什麼東西嗎 不會耶 其實我還滿期待 我的情人送我花還什麼的 其實我在這邊 真的跟男生說句話 你們好像覺得送花啊 送巧克力很老土還什麼的 但其實 所以不妨妳們在情人節的時候 就送送花跟巧克力 我跟你講 女生真的會開心 其實表面會說 妳真的很慫耶什麼 但我跟你講 其實內心小鹿在奔跑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啊 我還真的不是 沒有 沒有 我跟妳 等到妳說說看 我跟妳 是嗎 對 真的會 我有一次就是收到花 我真的眼淚 真的差一點就掉下來了 再補妳兩圈 沒有沒有 後來門夾到手 就真的掉下來 沒有 就真的感動 就是感動 就覺得以前在那邊說什麼 我才不要花跟巧克力 都是廢話 巧克力我可以要 我很愛吃巧克力 對 所以就情人節 不妨那個浪漫一下 那 我覺得妳是不是 根本不想主持這個節目啊 妳說我 對 怎麼說 我覺得妳好像 這個禮拜一直以來 都沒什麼勁的感覺 妳這樣會影響到我的情緒 我們百分百日記 都會每天寫啊 像小S今天寫說 最近沒什麼心情主持 想不出話題 我剛剛在 妳在跟觀眾聊天的時候 我真想衝過去家說 我也是 因為妳知道我拍完戲之後 我一心就真的只想放假 然後就整個人就是 對 其實我覺得妳真的 上緊的發條就鬆了 妳知道就是繃緊的下 妳一定把它鬆開 所以我就一鬆 然後就是腦筋只想放空 然後好好的休息 就根本無力去想話題 真的無力想 然後可是妳每天 又是要有一點點 一點點來百分百一下下... 那腦筋就是要放鬆放鬆一下 然後再稍微緊繃一點 而且加上我們又是搭檔 只要一個人稍微 你知道沒有那種 靜在主持上面 另外一個人就很容易 跟著想放假還什麼的 而且加上 我們倆是那種 每天性的節目 每天都要想一下話題 真的很難 有時候真的就是一心只想放棄 放棄好了啦 對啊 很煩耶 我放棄 我承認這樣對觀眾來說 真的會覺得我們不負責任什麼 但是真的很累耶 做人幹嘛那麼認真嘛 該放棄的時候就放棄啊 對啊 我最近真的是 我們不想做了 下跪 不是真的 不只是百分百是 就不想當藝人 就想推出演藝圈 就覺得很煩啊 就覺得好像 我知道觀眾朋友們會覺得 我們這樣講真的很辜負妳們 對我們的支持或什麼的 但妳知道人總是會 總是會遇到一些倦怠氣 像我現在剛好好像就是倦怠氣 像有時候就會突然很有勁 覺得每天工作都會 充滿了精神什麼的 最近這兩天就覺得 我想做喔 我才是沒進到幾點咧 然後就 真的不想做 其實我每個月要不是 我只要一想到我刷卡的錢 不然實在沒辦法支撐我 繼續來工作 沒有 我就是想說 有這麼多觀眾喜歡我 我們這樣說不做就不做 真的很不負責任 我就是靠觀眾在支持 但其實我內心 真的現在就是一直大喊 要放假 要休息 其實也不是說要放假 因為我才剛從八一島回來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 要不要再去英國一個月 其實英國我也沒有很喜歡 冷的那個樣子又下雨 真的很煩 我喜歡英國 現在到哪兒都熱得半死 我現在這個人根本就很想死 妳幹嘛充滿了恨啊 妳真的有病耶 沒有 我就是每到一段時間 就會有這種感覺 但其實過兩天忙又有精神 會厭世吧 拜託 我才不可能呢 那麼痛 如果要自殺什麼 我就是 我只是就是沒有很想坐下去 沒勁 就是沒勁 但在家又很無聊 而且明明看到哪部電影 就是我一定要去看 但又懶得去戲院 又懶得動對不對 然後就覺得很想吃義大利菜 但又懶得去 還要等那麼久 就覺得那廚師有完沒完啊 錢在那邊 我要吃的是牛排 妳在那邊給我上什麼錢菜 妳是個人到底在發什麼火啊 妳 我知道 妳暴怒正犯了 對 我覺得我可能就是 要去練個BOXING還是什麼 找個人打一打 來啊 妳們男生跟我單挑啦 沒有 小龍今天不在場啊 那個來 小杜來打我 跟我打 快點 快點 打什麼一圈去幫妳打 來 妳不要跟我客氣啦 打跟我 快點 妳先打我一圈 我再打妳一圈 快點 打我 打我 算了 妳不先打我 我沒辦法打妳 來 妳打我 拜託 妳竟然敢打我 來 很過癮 妳的拳頭好小力喔 好爛喔 對 妳知道我男友 每次都說妳打我 然後打他這樣 然後再打他 我真的一時速混 而且他出來跟我玩遊戲 什麼 知道嗎 就是撐我頭那個 然後這樣一直打不動 高歌又有什麼了不起 蛤 妳這幹嘛充滿了恨啊 我不是充滿了恨 我只是不想說 平安 平安 原來癢 這一群 有什麼 我不是的 所以我這桌上 放上魚 我扶一個 我不是這桌上雨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